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谈判代表, 就欧洲最低工资达成协议 这项最低工资, 与各国家经济和生活水平有关 根据荷兰的欧洲谈判代表勤格里斯说 从现在开始, 荷兰人应该能过上体面的生活 新法律规定了一个国家最低工资的要求 着眼于员工的购买能力 现在与这个国家其他工资水平的关系 根据这项临时协议 欧盟成员国必须从现在开始 评估它最低工资是否足够 比如说, 根据国际标准最低工资 至少为平均总工资的50% 和中位数的60% 与其他22个欧盟国家相比 荷兰现在并不符合标准 勤格里斯说, 来自欧洲的明国信号就是 我们必须将荷兰的最低时薪 提高到14欧元 荷兰目前的最低工资 每个小时10.48元 这里说的是欧元 不过, 荷兰社会部长范根纳普说 成员国有选择最低工资水平的自由 而雇主组织就认为 更高的工资成本威胁企业生存 可能会导致更高的消费价格和更低的利润 2020年, 当这项提案提出来的时候 欧洲的雇主组织立即反对这项提案 一个雇主联合组织 在当时的一份声明中说 这是一个合法的怪物 我们希望国家作为社会合作伙伴的劳资双方 共同来设定公平的工资 而不是在政治操纵之下定出的最低工资 是不是能够真正兑现 恐怕还需要一番讨价还价 今日, 欧盟又有一项和生活有关的决定 根据媒体报道 苹果公司正在测试未来的iPhone 机型 这些机型将使用更流行的USB-C 的接口 以取代目前的充电接口 此举可能有助于该公司 符合即将到来的欧洲法规的规定 根据最新的消息 欧盟轮值主席各法国在推特上表示 欧盟就手机和智能设备的通用充电器 达成了一项临时的协议 这个协议的文本 将很快提交给欧盟各国的大事批准 然后再转交给欧盟的议会 根据欧盟议会的声明到2024年秋季 将成为所有手机、平板电脑和相机的通用充电端口 下季休会后 欧盟议会和理事会将正式批准这项协议 再看乌克兰的军方如何生财有道 乌克兰的军方通过用无人机作战行动的在线视频 籌集了大量资金 最近几个星期 这些视频出现在推特、Facebook、YouTube等社交媒体上 这些实时拍摄的视频 显示的是俄罗斯士兵的狼背相 例如遭到雜机 很多观众通常用加密货币向乌克兰军方捐款 用这笔钱 军方购买了配备手榴弹的消费级无人机 再用来炸死炸伤俄罗斯的士兵 和炸毁俄罗斯的装备 在乌克兰的北顿列茨克这个战略要地 最近一直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争夺的目标 日前俄罗斯说刚控制了这个城市的70% 但昨天乌克兰市长说 乌克兰军方已发动反击 双方各战50%正在展开拉锯战 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基附对记者说 俄罗斯的士兵在北顿列茨克战多数 我们站住 但他们的人数更多 他们更加强大 卢金斯克地区的这座城市 对俄罗斯人来说 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战略意义 几个星期以来 这座城市一直处于激烈的战斗之中 扎连斯基上星期表示 所有基础设施都已被摧毁 目前双方正在发生巷战 发生社报道指 那里的局势每个中堂都在发生变化 另外加密俄罗斯国防部长 兆伊古说 现在俄罗斯和克里米亚之间有六路连接 这条路线穿过乌克兰南部 被俄罗斯人占领的领土 兆伊古说 俄罗斯已为恢复从俄罗斯经顿巴斯 到达克里米亚的火车通行 做好了必要的准备 不过他并没有说火车什么时候 可以再次运行 与此同时 马里乌波尔就爆发了霍乱 俄罗斯占领的乌兰马里乌波尔市 可能正在出现霍乱的病例 这是被赶下台市长顾问 告诉乌兰梅底知 霍乱是一种与嘔吐和福射有关的急性传染病 会导致脱水 人们往往通过饮用受污染的水 或者食用不清洁的食物 以及与患者密切接触 而感染这种疾病 据乌克兰卫生部说 马里乌波尔确实存在爆发霍乱的风险 在那里 获得清洁饮用水的机会有限 而街道受污染 死去的居民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被埋葬 荷兰警方今天部署了一艘星纳船 搜寻星期日 聚位在鲁德丹港区卡兰运河中的一架小型飞机 昨晚对两名乘客和飞机查查的搜索 还未有结果 但今天挪威警方有消息说 已经有两个挪威人失踪 分别是一名乘客和一名正在读书的小孩 挪威媒媒体纷纷对此加以报导 不过荷兰警方对此没有加以证实 只不过表示 会与挪威同行保持接触 星期日挨抬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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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 还发现了疑问 据了解 这架飞机是当天较早时从东德起飞的 正在飞往法国的途中 飞机坠毁的原因还不清楚 这里是荷兰日月频道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刚刚听 欢迎点赞、转发和订阅 好,继续看看与中国有关的消息 中国推出了第一艘无人机航空母船 官方说这是一艘研究船舷 但军事层面显而易见 中国已公布了可能是一艘独特的无人机航母 这是这些无人机在现代战争中日益重要的一个新象征 中国国家媒体在5月底报道 这艘被称为海上研究旗船船 将在今年年底投入使用 并将携带数量不长的空中海上和水下的无人机 世界各地的战场 从阿富汗到利比亚 再到今日的乌克兰 越来越显示了无人机技术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 据法新写说 世界上所有大国军队都在进行这种类型的项目研究 目的是使空间 即是空中海上和水下 充分使用可以无限替换的廉价商品 而不是由人驾驶控制的高度复杂的武器 另外根据《华盛顿邮报》6月6日报道 多名不愿具名的西方国家官员指出 在泰国湾沿岸的柬埔寨 收捉秘密的军事基地 是北京在全球各地设立军事设施之战略的部分 自在推动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超级大国 这些西方官员以及分析人士都认为 在南中国海西部 拥有一个能够容纳大型海军艇的军事基地 有助于中国继续扩大它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 也能够加强北京在东南亚重要航道附近的军事存在 一名同样不愿具名的中方官员 也在周末向《华盛顿邮报》证实说 云朗基地的一部分将由中国军方使用 不过这名官员否认这个基地是由中国军方专用 而科研人员也会使用这些设施 这名官员更强调 在云朗基地的柬埔寨部分 中国人并没有参与任何活动 他还透露 包括中國駐柬柬埔寨大事在內的中方官員 將出席計劃在6月9日舉行的殿基凍宮儀式 而柬埔寨首相雄心一再強調 柬埔寨憲法禁止任何外國在境內擁有軍事基地 並將最初在2019年披露雲朗基地 部分為中國軍方所用的《華爾街日報》 駁斥為憑空裂造 目前中國官方還沒有正式回應 柬埔寨雲朗基地將部分為中國海軍所用的傳言 而柬埔寨駐華盛頓的大使館 就強烈反對華盛頓郵報的最新報導 認為這是毫無根據的指控 其動機是抹黑柬埔寨的形象 西方官員估計 中國以及柬埔寨會在電機動工儀式上 承認中方部分參與雲朗海軍基地擴建工程的融資和建設 但就不會承認這個基地的一部分將為中國軍方所用 中國國家安全部近日頒發新規 鼓勵民眾具名舉報危害國家的行為 中共中央政法委的媒體《法治日報》微信公眾號說 中國國家安全部6號頒布公民舉報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獎勵方法 當日起實施 這份規定顯示 民眾可以通過12339舉報的電話、網站、地銜和當面等方式舉報 並提倡鼓勵實名舉報 國安機關會依照不同情況給予精神或物質的獎勵 獎金部分依照貢獻程度分為四級 最低是人民幣1萬元以下 最高是10萬元以上 看看中國高考新聞 今天是中國高考第一日 自從有男性伸穿旗袍為學生打起之後 這股風氣越來越盛 紅色的旗袍 有人認為意味著紅運當頭 旗開得勝 紅色的旗袍 於是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 高考考場門口 始終站著一群身穿旗袍的家長 現在不單止是麻花村 而爸爸和男老師都穿了女性的旗袍 這些穿了旗袍的男人 不單只穿上了高跟鞋 還塗上了口紅、滑紅了的臉 今晚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為止 我們明晚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 Aurora 蘇 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